还有东西叫光鞋部分 然后这里有锁了个安全绳 安全绳是连接到这个部位 这个是这一段 然后我们在安装的时候 先把这个安全绳先缠一下 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有这个 安全绳就不要碰到这几个部位 这是安装部位 这样子 然后集中对准 然后保持平整 然后接着按下去 OK 看一下底部 然后接着后端 这个是后盖 就是磁铁了 打开 然后客户在更换电源的过程中 就首先先把这个端子先弄出来 然后把它拔掉 这个是机器端 就是红黑线的是机器端 然后这边中南线是A系端 接着我们把弹簧 接着我们把弹簧取下去 然后就把电源移进去 OK 然后客户在更换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跟刚才的步骤是这样的 然后电源是这样 A系端这个就是朝下 目的呢就是因为这个弹簧 离这个DC端近一点的话 就算有什么样也不会有安全运化 明白吧 如果这个失效的情况下 还记得把它固定 然后接着AC 插上去 DC插上去 然后接着这个多余的线的话 我们就这样子吧 就是保持不要超过这个磁铁这个平面 这个不要高出这个磁铁这个平面 然后接着我们就把这个盖子盖上去 然后这个盖子在盖的时候 这里面是有定位的 这个是定位 这两个是定位嘛 跟进这里有两个槽 然后就这样对着 OK 结束 先结束 优优独播